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漂亮女人则被囚禁起来做她的生育机器 乔手下有一些被称作战争男孩的士兵 他们被乔洗脑后以战死为荣 每天驾驶先进的战车四下掠夺 俘虏他人做自己的奴隶 麦克斯便是奴隶中的艺人 这天乔的得利女家奥萨借进行任务的机会 带着乔的妻子们和一车燃油逃向了记忆中的绿洲 乔发现奥萨逃跑后恼羞成怒 发誓要追回妻子们 他出动了全部士兵展开追捕 其中就包括一个叫纳斯的战争男孩 他渴望为乔战斗 但身体虚弱 所以带上了万能血型的麦克斯为自己输血 与此同时 乔的死对头突救部落也发现了奥萨的行踪 驱车开始抢劫燃油 三方阵营在公路混战一团 突救部落在战争男孩彪悍的攻击下 很快溃不成军 奥萨撑着沙豹逃离战局 但纳斯带着雪豹麦克斯追了上去 他在车里盗满燃油 想引爆炸药和奥萨同归于禁 麦克斯不想枉死 抢下炸药 不料战车被油罐车撞毁 两人昏了过去 麦克斯醒后发现纳斯不省人事 但两人被铁链拴在一起 他本想切断纳斯的胳膊逃离控制 但手中的枪却发生故障 好在乔的女人们在附近休整 并正在前段乔为他们戴上的针槽袋 麦克斯威胁他们为自己剪开铁链 而奥萨趁他不备扑倒了他 两人扭打在一起 这时纳斯也醒了过来 帮助麦克斯制服奥萨 不过油罐车经过改装 只有奥萨才能启动 麦克斯无奈之下打晕纳斯 劫持女人们离开 奥萨把车开到了峡谷 想和飞车党按约定交易燃油 但飞车党出尔反尔 炸塌峡谷阻隔了乔的大军 想要抢抢燃油 麦克斯和奥萨第一次联手 两人默契地配合天衣无缝 合力突破飞车党的封锁 此时乔驾驶越野车 穿过坍塌的山谷追了过来 纳斯一心想完成任务英勇就义 于是他从越野车 跳上了油罐车准备偷袭 结果不小心有铁链 将自己拴在了油罐车上 魏乔无情舍弃 乔继续追赶油罐车 激烈的交战中 他怀孕的妻子不幸坠车身亡 乔躲逼不及撵过了妻子 越野车发生了侧翻 阻挡了他追击的脚步 而油罐车上的红发女孩 而战的想法 纳斯从未被人如此关爱 也演进了乔的无情 答应加入战队 到了夜里 乔的三路大军突破障碍 追了上来 而油罐车在一处沼泽地抛锚 一行人在纳斯的帮助下逃出泥潭 也开始信任纳斯 不眠不休地开了一夜之后 他们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绿洲 奥萨本是绿洲部落的一员 但儿时被乔掳走 此时他见到自己的族人 激动万分 可是族人告诉奥萨 他们世代生存的绿洲 早已变成烂泥沼泽 部落也只剩几人存活 虽然他们保留了植物种子 但绿洲土壤酸性太强 早已不适合耕种 奥萨听完此话 异常绝望 放声痛哭 麦克斯想到 乔的山谷有着足够的水源 他提出一个疯狂的想法 此时原路返回 趁着乔出动全员 无人防守山谷 他们只要在峡谷扔下油罐 堵住追兵 就可以夺下乔的老巢 双方车队在中途相遇 虽然人数处于劣势 但麦克斯一行人为了自由 为了绿洲而战的决心 十分强烈 他们抵御住了重型武器 和战争男孩的疯狂进攻 也炸毁了许多追击的战车 但绿洲族人几乎全军覆没 奥萨深受重伤 一路沉默寡言的麦克斯 不仅输血救人 还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 要知道自从第二步之后 麦克斯就没告诉过 任何人自己的名字 可见他对女战士奥萨的尊重 关键时刻 奥萨跳上桥的越野车 用毛钩枪勾住他的面具 杀死了他 为了堵住峡谷 纳斯无字断后 引爆油罐车 壮烈牺牲 麦克斯等人将桥的尸体 带回山谷 当这个所谓的不死老桥的尸体 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曾经辛苦建立的政权 瞬间轰然坍塌 饱受压迫的平民 庆祝着桥的死讯 他们迎接为自己 带来胜利的奥萨 并打开了水阀 而麦克斯沉默离开 即将展开他的下一段里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